那在2019年的10月份 当时我在给三院中院享用检查 之中确认我是监生症 那监生症呢 它是一个痛苦的说法 这很多疾病看起来很像 但是又是天然之变 目前呢 依然是没有任何药物和办法 可以阻止疾病的发展 平均的生存距是两到五年 那么在中国呢 每年发病两岸多年 走到2019年病了之后呢 就决定希望再做一场创业 为健重症的这个医疗啊 药物研发生育救治 做一点威力和贡献 这首先第一步我就发现呢 患经病健重症近两百年 依然是病因不明 拔脸无情 没有病因没有拔脸 药物研发就没有目标 所以呢 我首先觉得尤其是寒经病 一定要实现医疗处境的大创 所以我希望也是社会能够多看到这些 让寒经病被看见 尤其这些残酷 救养的人们 给他们生 带来一些希望 我想带给一些东西患者 一大希望 就是科研的痛苦 和药物研发的推移 它是真正给患者带来生命意义的 我们可以学一下 我们在这里